哈喽朋友们这一大框一大框这都是河童鱼大家都知道河童鱼肉质非常鲜美啊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个皮呀收缩性特别好啊这个做钱包啥的都都行用途非常广泛啊我是一个感慨的小主播能不得到你们500个双击算了这这辈子都难了关注每天直播 哈喽朋友们是不是点到我这个作品了那么好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么一条鱼肯定你们没见过啊这个是红体烟管鱼啊 由于提琴比较笑龙所以咱当地渔民在海里抓到他基本上都放掉他啊图个吉利啊如果你们第一次见过他给个双击关注他们今晚八点直播干 哈喽朋友们这个叫小刺屯啊河豚的一种他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啊他会把自己仗得好大好大跟个球似的而且这个身上的刺都是立起来的防止敌人的攻击啊 太可爱咯这个没有500个双击甚至对不起他这张脸啊给关注今晚直播哈喽朋友们刚才这么长时间今天抓到了 这么一条小章鱼啊一戳他就满身变成蓝色啊据老渔民说言词越多才容易越容易有毒啊这个所以不敢用手拿他我把他要着我 这个你们觉得他漂亮连接WiFi啊手机有电给个双击关注每天该直播咯哈喽朋友们平静的海面下面总是孕育着好多的小生命啊听老渔民说这些漂亮的小球球是海金蝉产下的乱啊希望这些金蝉宝宝能够给咱家老铁带来好运啊有老铁一进来就给双击了有的就不给就不给给个关注看我直播更精彩咯哈哈哈有很多老铁问哪这个水母为啥颜色是不一样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啊 这个蓝色的水母啊他这个皮很厚所以在水里边显得是蓝色的啊这个有了老铁啊人家一进来习惯性给双击了有了老铁啊你怎么样他都不给不给就给个关注好不好嘛哈哈哈喽朋友们天天干海抓海鲜啊今天教大家一个挑选海鲜的一个小技巧啊这个如果你们来到市场上啊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急一急啊不然的话这个老板都能笑哭了他真是一斤螺半斤水啊哈哈啊这个告诉大家这么一个正能量的小技巧能否给个双击关注咱们每天干海鲜 哈喽朋友们今天发现了这么一种鱼啊浑身动鸣连刺都能看得清楚啊这个这种鱼基本上生存在深海地区所以天地非常少啊因为啥呢因为他们都看不着他 哈哈哈哈啊这个有老铁一见过没见过的东西他反正就给个双击有的就习惯性的不给我说老铁不给给个关注看我直播干哈喽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有密集恐惧症我先说声对不起啊这一堆一堆的这个要海西瓜啊属于海葵的一种都是生长在这个海边的阴凉地方的啊这个但是不可实用的有的老铁他不管喜不喜欢他就随手点个双击哎有老铁你越要他就越不给哈哈不给是对的给个观众哈喽朋友们这潮水刚刚退去啊就这么大的一个壳露在外边啊 我的妈咧这个螃蟹真是太大了啊有的老铁一进来看到这么大的螃蟹没见过他翻手就是一个双击点上一个关注牛老铁他也点了呵呵呵啊今晚只要直播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双击了因为啥呢因为他知道给别人双击作品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啊没开通直播权限的有助于开通直播权限的看看我的妈今天挖到个啥啊有认识这是什么鱼谷的吗可以评论一下吧啊给个关注咱们马上都直播赶海喽集合了 哈喽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你们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这个叫海老鼠啊长着一个小尾巴都是深藏在这个海洋深处的啊必须用这个特殊的工具给他挖出来啊有的老铁看到这个海老鼠没见过他翻手就一个双击啊你们的一个双击确实给年轻人很大的鼓励啊给个关注今晚直播干